小时候一直有个疑问 为什么金鱼不能吃 直到我看见这个女孩 她抓起金鱼直接晒进嘴里 吃完还觉得意犹未尽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她瞬间感觉胃力一阵翻滚 直接跑到厕所 把刚才嚼碎的小鱼又吐了出来 晚上女孩觉得口干舌燥 她冲了一杯盐水一口喝完 似乎喝加盐的水才能让她满足 小美的名字叫小丽 自从搬到新房子后 她总感觉身体不对劲 一直想往水里泡 在洗澡时 小丽发现脚趾出现了异常 她的大脚趾和小脚趾居然长到了一起 这一点都不像人类的脚趾 她回到屋里把门锁上 防止家人看见 接着想要用手分开 却紧紧的粘到一起 看来这一切并不是做梦 第二天 小丽找到牙医给自己看脚 医生检查后说 你一定是看视频 没点赞加关注才会这样 牙医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只能通过整形复原 接着医生准备打电话 告知她父母 小丽吓得赶紧跑了出来 她坐在地上无助的哭泣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异成这样 为了不被父母发现 她决定自己改变 小丽来到小卖铺买了一把张小泉剪刀 回家后 她先给腿上喷了麻药 接着用力一剪 黄色的血喷涌而出 最奇怪的是 我居然一点都不疼 好像肉不是自己的一样 剪完后 小丽用创可贴挡住又穿上袜子 防止其他人看见 晚上 同学约她参加海边派对 大家都在水里玩多人斗地主 小丽觊觎自己身体的异常 不敢下水 突然 这时一个女孩溺水了 她过不得那么多 直接跳进水里 把女孩救了上来 事后 她的身体发生了更大的异常 女孩游完游后发现 腰上长出了鱼筛 她用手摸了下 竟然跟真的一样 不过这还不算奇怪 她往下一看 腿上居然长出了鱼鳞 女孩拿着镊子 小心的一片片拔掉 即便满腿是血 也再说不惜 接着女孩用胶带把腿缠起来 防止其他人看到 可好巧不巧 她的闺蜜正好进屋 闺蜜此时的表情 就像你手机里 第二排第五个表情包 女孩调整好情绪后 想到今天还有解剖实习课 于是 穿上裤子就来到学校 老师细心的讲解鱼的生理构造 可女孩却一点都没有心事听 只是直勾勾的盯着鱼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下课后 女孩看四下没人 她一把抓起鱼 三下午出来就吞了下去 跟上辈子没吃过鱼一样 女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生鱼感兴趣 难道自己是属猫的 不过这还没完 回到家 她的家人正好要出差 女孩心里狂喜 她盯着家里的鱼缸顿时胃口大增 接着一口一个连嚼都没嚼的吞了下去 然而第二天醒来后 女孩发现身上竟然脱了一层鱼皮 女孩一口吃完鱼缸里的小鱼 第二天 她发现身上长出了鱼鳃 她以为是自己贪吃的原因 结果腿上也长出了鱼鳞 这可把她吓够呛 她赶紧用胶带缠住 生怕别人看见 随后 她抓起药就是一顿吃 可是 吃了越多 身体的异常越大 没多久 女孩的腿也长到了一起 女孩崩溃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 于是 她拿着九块九的张小泉小刀 送自己去西北 可是小刀对她不起一点作用 反而把她吓晕 第二天醒来后 女孩的腿完全变成了一条鱼腿 她发疯似的喊叫 可是没有一个人回应 她想要跟往常一样站起来 可是根本站不起来 马上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身体不自觉的往浴室挪动 终于泡进了水后 她才恢复了瓶颈 没多久 屋子里就被水完全覆盖 女孩在里面肆意的游泳 似乎这样才是她的正常状态 她打电话把闺蜜叫来帮忙 女孩闺蜜进门看到这一切 直接进出了你手机里第二排第六个表情包 闺蜜把女孩用车拉到海边 两人抱在一起做了最后的告别 接着女孩用力的爬向海里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如果你变成鱼 你会甘心在海里过一辈子吗 我是李珍 我们明天见